好 大家好 晚安 这一节国际呢 事先看到俄罗斯现在呢 恐怕要面临情报外泄的一个危机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 他7月1号在一个英国智库的演说中 他就点出 俄乌战争是莫斯科的失败 除了是暴露军事的弱点 伤害到了俄罗斯的经济 同时还腐蚀了俄国的社会 还有普丁他政权上的一个颜面问题 而俄国的民众呢 他们对于领导阶层的不满 也感到是非常的不开心 也为美国的CIA中情局 现在创造了一个良机 可以呢 借此鼓励俄国人 加入来当间谍 一起来听 可以听到呢 博恩斯他暗示 面对俄国社会对俄乌战争的一个不满情况 CIA他们不会浪费这个招募的好机会 而且他还透露CIA最近还在社群媒体上 发了一个影片 就是要让俄国民众他们要如何的了解 透过暗网来联络CIA 那么这个鼓励俄国人 透过安全网路频道和中情局联络的短片 光是呢 上传短短一个礼拜 就已经高达250万次的人来观看 那面对这个恐怕面临的情报危机 俄罗斯他们现在也正在追踪西方国家在俄罗斯 从事的一个间谍活动 但是呢 其实最近在战事上可以看到 最引起西方媒体他们关注的则是 俄军的手上传出了印有中文字 可以看到呢 杀爆两个字的一个炮弹 认为呢 这几乎就是西方以往 是不断指控大陆 私下呢 是输出致命武器给俄罗斯的一个铁写证据 对此在大陆方面呢 根据腾讯网他们的报道 尽管这个炮弹上面的字体呢 确实很明显可以看到是简体中文 是杀爆两个字 但是呢 经过调查照片上的弹药 他们是中国制造的152毫米的66式炮弹 这个口径的流炮弹呢 是之前苏联时期传到了中国 因此呢 曾经是俄军和共军共用的一个弹药 那么从公开的照片可以看到呢 这个炮弹上面是印了3783跟13 分别代表的意思就是37批次 83年还有13厂来制造 证实呢 这个炮弹确实真的是在中国生产 但是呢 共军后来就改用了155毫米的流炮弹 因此刚刚提到这个152的毫米流炮弹 早就已经停产了 那么这一批在83年生产的这个炮弹 是在1988年两伊战争的期间 由中国出售给伊朗 那么伊朗呢 他们没有用完的这个库存跟旧货 就是因为当时呢 去年的时候俄乌战争开打 因为俄罗斯他们是很缺弹药 所以才会从伊朗是运过去 总结呢 这个炮弹根据腾讯网他们的报道 是上个世纪80年代给伊朗 但是呢 伊朗他们现在留着没有用完的库存 由伊朗提供给俄罗斯来使用 那么报道里面还提到呢 尽管西方媒体他们现在是紧钉大陆 出口到俄罗斯的货物 希望呢 可以找到任何的蛛丝马兮 但是呢 对于大陆他们想要制裁 西方国家现在还得考虑到 如果现在真的制裁大陆 那么就会导致全球的商品供应链是大乱 加剧了全球经济衰退的一个阴影 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呢 目前也是持续的来捐援乌克兰 但是呢 不仅共和两党在乌克兰的问题上 现在呢 是不同调 包括了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可以看到他也认为呢 拜登政府现在不应该要继续对乌克兰寄一个空头支票 因此他说对于军援还有金援乌克兰 现在美国国会他们要必须严审 现在呢 共和党其实对于乌克兰战争 他们也出现了两个声音 那么一个呢 可以看到是孤立主义派 特别是由前总统川普和佛州州长德桑提斯 他们认为呢 美国现在是过度干涉 援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一个入侵 第二可以看到则是鹰派的一些官员 包括了川普执政时期他们的一些官员 他们主张呢 应该要对俄罗斯采取一个 更为激进的一个立场 反倒呢 没有聚焦在这个援助的问题上 那么两派人士呢 都警告 如果他们的声音都没有得到一个正视 接下来就会引发一个世界大战 那么在乌克兰方面 总结呢 泽伦斯基呢 总统泽伦斯基 他当然是很担心 他说呢 在这个重要的时刻 尤其是呢 俄罗斯现在是 比较气势比较不高的 所以呢 他担心会失去 美国两党的一个支持 强调呢 不论是谁赢得了 下一届的美国总统 支持乌克兰还是美国最重要的事情 那么尽管2023年现在呢 乌克兰问题确实是全球发生 最直接的一个冲突地区 但是呢 台海情势 同样是备受关注 那么继美方就宣布 通过新一波对台的军售案之后 近来美台之间的往来都引发大陆 北京政府他们的强烈不满 最近呢 美国国会两院 审议了2024年的 财政国防授权法 很多的众议员他们就提出了一个修正案 那么其中就涉及到了台湾部分 再度成为焦点 众议员议员积极提出修正案 涉台部分多达34项 包括邀台湾参与环太军演 呼吁台美在军事外交和经济方面合作 军事方面众议员提案 邀请台湾参与明年环太平洋军演 要求为台湾建立战争储备物资计划 针对外交事务则提案禁止五角大厦 花钱制作采购或展示 将台湾被化为大陆领土的地图 还提案要求国务卿定期检视 对台交往准则 期间还提议邀请总统蔡英文 今年年底前赴华府 向美国国会两院联席会议致辞 经济部分提案则呼吁台湾成为 国际货币基金IMF成员 但近来美方种种举动 包括通过新一波138亿台币对台军售 派官员访台等都已经挑起大陆敏感神经 提案后续还需经过辩论与表决程序 耗时数个月取得共识 才能递交总统签署生效 台海显然加剧中美紧张关系 但双方仍试图透过对话改善 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路后 美国财政部部长叶伦 预计7月6号到9号访路 期盼重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 记者综合报道 那么台湾问题呢 现在显然成为美中关系之间的一个核心 一个关键点 但是双方依旧呢 是试图希望可以透过对话 来改善双边的关系 因为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国之后 现在美国财政部长叶伦 他也预计将会在7月6号到9号来访问大陆 期盼呢就是要重新美中的战略经济对话的一个机制 进一步的来稳定美中的经贸关系 那么同一个时间 美国总统拜登他也现在呢 是力拼外交 将会在9号到13号展开围棋 五天的紧锣密鼓的一个访问行程 期间呢 他会先会见英王 还有英国的首相苏纳克 并且呢是前往立陶宛 参与北约峰会 再和芬兰的总统会晤 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他也将在7月4号 以视讯的方式来参加上海合作的组织峰会 另外呢俄罗斯总统普丁 他同样呢也会参加这个视讯峰会 而这一次的会议重点就摆在伊朗 将成为最新加入的成员国 来看相关报道 举行上河组织峰会 中国宣布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7月4号 透过视讯两线出席 习近平主席将发表重要讲话 并同与会各国领导人 就上河组织发展做出规划 以中俄两国为首的上河组织成员国外长们 早在5月19旗旗聚一堂 为7月的这场峰会铺路 本次峰会以视讯进行 不光是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丁 同样也以视讯参加 而俄国外交部长拉布洛布 也宣布有新成员加入 伊朗本月4号正式成为 上海合作组织的议员 将成为继中俄哈萨克 吉尔吉斯塔吉克 乌兹别克 以及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之后 第九个会员国 与此同时 美国总统拜登也形成满党 根据白宫声明 拜登于当地时间9到13号 展开一连串欧洲行程 他不只反问英国 也将前往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 参与北约领袖峰会 之后再到芬兰的 赫尔辛基进行一天访问 将与芬兰总统会晤 分兰4月时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尽管托日期已放弃抵制芬兰 但仍强烈反对瑞典 就北约的入会申请 7月到来 以美中为首的许多峰会 正如火如荼展开中 借灵和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